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有一座书房 红阔的 质朴的 静谋的 温暖的 书房并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的一种体现 在这个小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无限的广阔天地 为什么他要这么一个孤独的环境 最后居然追的是一个什么呢 他其实是用他当时的技术条件 在营造一个虚拟现实 传递一种能与自然的对话 他抱重天地 构筑万象 他们的生命个体 思想的丰富 浪漫 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书房 一个人只要他在读书 他就是在书房里 我把它拨充成一个世界的书房的景观 云游 云世界 每座书房都是一条河流 一片星空 你在寻找那座书房吗 属于自己的书房 王宏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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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